四到五夜是花蓮卓西西瓜岩栽种瓜苗的时期 最近有瓜农大姐利用熟气粪施肥 虽然立刻以土壤覆盖 但仍新陈二臭飘散 并引来满天餐饮虫汁 严重影响附近部落的生活品质 肌肤难以忍受 一次都会反映说 能不能有那个再改进的地方 生活环境严重遭受污染 当地居民早已抗议多年 并未获得实质改善 公所表示已借货民众检棋 会立即派员稽查 如发现不符规定都会依法开罚 按照规定这个积粪 如果说使用的话 它必须要有掩埋30公分的一个动作 没有生埋或者是有一些积粪 外露在那个土地的表面上 实际上我们就是一键 就是可以罚1500元的罚环 为了维护部落生活潜意 公所表示 已建议议演在议会提案 订定管理办法 规范临近部落的西瓜盐和果盐 严禁使用会影响环境 空气品质的肥料或药剂 来改善居民最基本的生活品质 原始新闻 发布了花莲周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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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